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八字不是定性 八字不是定性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把八字当做绝对 所以认为 同样的八字 他应该是要有差不多的情况 可是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就算是同样的八字 他的一个状况也是千奇百怪的 相同八字不同名 为什么八字他不是这一种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八字他是一种所谓的异相 他是一个相而已 他并不是一定会这样 我们常常讲三观客观 而三观客观 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显向 一般我们会说他的官运不好 女生就会说他桃花很弱 可是其实这只是当中的几个现象而已 他还有什么 突破传统 他可以怎样 不畏艰难 也就是说 三观客观 他不见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桃花很差 工作运不好 是非官非很多 小人一堆 没有 他也有正向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组合 他有很多的异象 并不是绝对只有什么情况 所以这就是八字他的一个状态 他是一个模糊的现象 他不是清晰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要了解 就是因为八字他是一个异象 所以相同八字 他便是不会相同的命 所以你在这边定他格局 高低富贵成就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像 他到底要往哪边去发展 没有人知道 因为八字 除了他只给你的运势以外 他还会受外力的影响 所以这个人处在不一样的位阶 他受到不一样的外力影响的时候 就算相同八字 他也一样是发展成不一样的现象 所以各位 你不要把八字当做是一个绝对 他就代表你的命 结果你看八字 以后富贵成就很高 你很开心 各位 那只是画大饼给你看而已 你能不能达到 没人知道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既然八字是这么不绝对的东西 你要注重的是什么 他的一个运势的起步 因为这是八字最强的一个地方 什么时间点 什么运会好 什么时间点运会不好 而你要根据你现在的位置 去善用这些运势的分析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假设这个八字现在是才好 观察 两个相同八字的人 一个在经商 一个在工作 他们的位置不一样 这时候在工作的人跟你说 我这个运很差 在工作上一直被人家争崩相对 要升迁也升不上 在经商的人跟你说 我最近很好运 我做生意赚很多钱 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八字 却跟你讲出不一样的感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八字的运势是固定的 可是位阶的不同 每个人重视的运势会不一样 所以导致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八字他并不是定性 他只是给你一个机会危机 其他的就是看你自己 你处在什么位置 你在经商 这时候财运很好 你开心 你在工作 这时候观影很差 你伤心 这就是什么 八字他才不管你 反正时间到了 他给你机会 或者是危机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 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些机会 危机 这是分析八字最重要的一个点 并不是拿了一个八字 就说你这是皇帝命 你这是什么命 讲的大家很开心 到最后才发现到 原来只是一场空 因为你的命还有很多的因素可以影响 不是只有一个八字而已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